受困在小小潮池 浮出水面吸幾口氣之後 又馬上躲進去 這隻六號被發現擱淺在綠島 暗季的綠西龜 沒有趁著漲潮順利游離小池 海巡署東部分署與中研院人員 趕緊出動一張大帆布來幫他 長五十六寬四十六公分的綠西龜 最後順利保護在帆布中 三名人員合力脫帶 總算讓他順利脫困 重回大海懷抱 今年受困的海歸不少 二號在海科館外的朝警保育區 潛入海中的莊阿聰 發現一隻帶妹 嘴中有魚鉤 還拖著綁有牽錘的魚線 無法浮出水面喚氣 性命摧毀 一般人不能任意碰觸保育類動物 但緊急情況時允許 莊阿聰趕緊將帶妹 帶出海中隨即通報海科館 海科館指出 這隻帶妹有可能誤食魚餌 認為海龜出現的熱區 應該來評估是不是要跟海調區做區隔 所信莊阿聰快速將帶妹救出 隨後被送往基隆海大 海洋生態技保育研究室推測 也有可能是廢棄魚具導致 海龜傷處冒出大量鮮血 透過X光確認嘴中有兩隻魚鉤 最後動手術取出 海科館表示 帶妹還在復原中 後續能否野放海有待評估 記者張明哲林前美郭俊麟 台東台北報導